我蒙受极大的祝福能在总会大会上演讲 至今已经30年了 这段时间当中,世界各地有许多人问我一些问题 和我演讲的内容有关 最近有一类问题不断出现 通常是这样问的 乌西多长老,我仔细听了你上次的演讲 但,我好像没有听到你讲飞行的故事 从今天开始,我可能会有一阵子听不到这类问题了 我们很难相信,威尔博和奥维尔莱特第一次起飞 越过北卡罗莱纳州小鹰镇沙滩的那天 距离现在只有120年而已 12月的那日,他们进行了四次短程飞行 改变了世界 并为世上最伟大的一项发明开启了大门 早期的飞行很危险 这对兄弟十分了解这一点 他们的父亲米尔顿也了解 事实上,米尔顿非常害怕 在一次飞行事故中同时失去两个儿子 因此,儿子们也答应绝不一起飞行 他们的确遵守了承诺,只有一次例外 在小鹰镇值得纪念的那天之后,过了七年 米尔顿·莱特终于同意看着威尔博和奥维尔第一次一起飞行 他们落地之后,奥维尔说服他父亲搭飞机 一次就好,让他能亲自体验飞行的感觉 飞机离地后,82岁的米尔顿开始沉浸在飞行的兴奋感之中 所有的恐惧因而一扫而空 当父亲高兴地喊着 高一点,奥维尔,再高一点 奥维尔,快乐极了 米尔顿对飞行的爱好和我一样 也许我会偶尔在演讲中谈到飞行 是因为我知道莱特一家人的感受 我也曾挣脱了地球的桎梏 孝展一双银翼,飞舞空中 莱特兄弟的第一次飞行就在我出生前37年 为我的生活开启了一扇又一扇的门 通往冒险、惊奇和纯粹的喜乐 尽管飞行的喜乐十分奇妙 然而,世上还存在着一种更崇高的喜乐 就像米尔顿·莱特欢喜大喊 高一点,奥维尔再高一点 我也怀着同样的精神与你们谈谈这种更高层次的喜乐 从何而来,如何来到我们的心中 以及如何才能更丰盛地体会到这种喜乐 每个人都想要快乐 也许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 然而有件事也不用我说 那就是,不是每个人都很快乐 难过的是,对许多人来说 幸福似乎很难找到 那是为什么呢? 如果幸福是我们人类最渴望的一件事 为什么我们找不到幸福? 套用一句乡村歌曲的歌词 或许我们一直在错误的地方寻找喜乐 在我们讨论如何找到喜乐之前 请容我先声明 忧郁症和其他心理和情绪上的挑战 是真实存在的 解答并非只是一句 你要试着快乐一点 我今天的目的 不是要淡化或轻视心理健康问题 如果你面临这样的挑战 我与你同哀 和你站在同一阵线 对某些人来说 找到喜乐可能要求助于 受过训练的心理健康专业人士 这些专业人士奉献他们的生命 来疗愈人心 我们应该感谢他们的帮助 人生中我们不会一直处于情绪的高点 因为万事必须有对立 而且如果神会哭 就像经文证实的那样 那么你我当然也会哭 会感觉难过并不是失败的表现 至少今生喜乐和忧伤 是密不可分的同伴 我就和你们一样 感受过失望 忧愁 悲伤 和懊悔 然而 荣耀的曙光也沉造在我身上 让我灵魂洋溢着风盈的喜乐 使我经不住要欢呼赞叹 我自己也发现这种平安的自信 来自于跟从救主 走在祂的道路上 祂赐给我们的平安 与世人所赐的不一样 祂所赐的更好 更崇高 更神圣 耶稣说 我来了 是要叫扬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耶稣基督的福音 确实是大喜的信息 带来无比希望的信息 是负起恶 和减轻重担的信息 祂的信息将光聚在一起 来自天上的恩惠 更高的理解力 更神圣的圣约 是永远安全 和永恒荣耀的信息 神为祂儿女所制定的计划 就是要让祂的儿女快乐 这就是你被创造的目的 让你有快乐 你是为了这个目的而造的 我们天父并没有隐藏通往幸福的道路 这不是秘密 每个人都能知道 只要人们走在门徒道路上 跟随救主的教导和榜样 遵守祂的诫命 定力和旅行 与神所立的圣约 神应许他们会得到幸福 这是多么好应许啊 我们都知道有人说 他们没有神也能快乐 没有宗教 他们就够快乐了 我了解这种感觉 也尊重他们 我们敬爱的天父 希望祂所有的儿女 都既可能享有幸福 因此 祂让这个世界充满美丽 犹豫身心 令人欢欣愉悦的事物 让我们可以赏心悦目 对我来说 飞行能带来极大的快乐 其他人则从音乐 艺术 业余爱好 或大自然中找到快乐 藉由邀请每个人 和分享救主大喜的信息时 我们不会贬低这些 创造喜乐的事物 我们只想说 神有更多东西要给你 那是更崇高 更丰盈的喜乐 超越这世界 所能给予的一切 那种喜乐 不会因心碎而消失 却能穿透忧伤 减少寂寞 相较之下 世俗的幸福无法持续 没有办法 这世上一切事物 皆会老化 腐朽 损耗 或变得成就 但属神的喜乐 是永恒的 因为神 是永恒的 耶稣基督让我们脱离 俗世的定律 用不朽 取代腐朽 唯有他 有这种能力 唯有他的喜乐 是永恒的 如果你觉得生活中 可以有更多 这样的喜乐 我邀请你 开始踏上 跟从耶稣基督的旅程 走在他的道路上 这段旅程 要走一辈子 而且 不止一辈子 这趟探索 纯正喜乐的旅程 绝对值得 请容我提出 几个开始的步骤 你还记得 新约中 那位患了 十二年 血漏的妇女吗 她把所有的财产 都用来看病 但情况 却越来越糟 她听闻耶稣的名声 耶稣治病的能力 众所周知 但是 耶稣能医治她吗 她要怎么接近耶稣呢 按照摩西律法 她的病 使她不接近 因此 她必须离群所居 公开接近耶稣 祈求医治 似乎是不可能的 但 她心里还是这么想 我只摸她的衣裳 就必痊愈 最后 她的信心 克服了恐惧 她冒着 受谴责的风险 穿越拥挤的人群 走向救主 最后 她终于触手可及了 她伸出了手 然后 她就被治愈了 我们不都有点像这个女人吗 可能有很多原因 让我们迟疑 不去接近救主 我们可能会遭受他人的嘲弄 或谴责 出于骄傲 我们可能认为 这么简单的事 不太可能 这么有价值 我们可能认为 我们的状况 会使我们没有资格获得她的医治 与她的距离太远 或罪过太多 就像这个女人一样 我学到 如果我们靠近神 伸出手 去触摸她 我们就真的能找到医治 平安和喜乐 耶稣说 寻找就寻见 我相信这句简单的话 不仅是属灵的应许 这句话也是陈述事实 如果想找理由发怒 怀疑 怨恨 或孤僻 就会找到 然而 如果寻求喜乐 如果找理由欢喜 找理由快乐地跟从救主 就会找到 我们很少会找到 不想找的东西 你在寻找永恒的喜乐吗 寻找就寻见 耶稣说 施比兽更有福 是否有可能 为他人带来喜乐 就是找到喜乐的最佳方式 弟兄姐妹们 答案是肯定的 喜乐 喜乐就像一桶用不完的面粉 或一罐用不完的油 真正的喜乐 会在分享时倍增 不需要做什么伟大或复杂的事 我们可以做简单的事 像是为某人祈祷 给予真诚的赞美 帮助某人 感到受欢迎 受尊重 被重视 和被爱 分享一段最喜欢的经文 和这段经文对我们的意义 甚至 只要听人说话就好 你们为同胞服务时 只是在为你们的神服务而已 而且神会慷慨地 愁赏行善的你 你给别人的喜乐 会用十足的伸斗 连摇带岸 上肩下流地回到你身上 未来的几天 几周和几个月中 容我邀请各位 花时间全心全意地 努力靠近神 勤奋寻求 充满希望 平安和喜乐的日常时刻 为周遭的人 带来喜乐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朋友 只要你查考神的话 加深对神永恒计划的了解 接受我刚刚的邀请 努力走在祂的道路上 你就会享有神所赐 出人意外的平安 即使遭遇忧伤的事 也能保有这样的平安 你会更强烈地感受到 神无与伦比的爱 在你心中洋溢 高荣的曙光 会穿透你考验的阴霾 当你开始尝到 无法言喻的荣耀和奇妙 体会未曾见过的 完美天上国度的感受 你会觉得你的灵被提升 脱离这个世界的引力 或许你会像可爱的 米尔顿莱特一样 欢欣地高声大喊 高一点 天父再高一点 愿我们都寻求 并找到那更崇高的喜乐 若我们献出生命 给天父和他的爱子 就能找到 我这样热切地向神祈求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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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